第十六章 冰雅宝 木陵之洲的生死廊道中 站着一道道巍峨的身影 或是植物生命 或是血肉生命 或是岩石生命 模样也是各异 铠甲衣袍也是不同 其中神眼族 紫月圣地 冬地圣地 这是三股最强的势力 他们每股势力都超过十名宇宙之主 还有零散的几位宇宙之主 都是一开始就在离岩兵域极尽的区域 才能及早赶到 他们实力虽然强 却根本不敢插手三大势力 对付那人类罗锋的事 可怜的人类 倒霉的家伙 那人类迎合参务西黄局 表现稍微快些 那段东河就直接说出来 如果我们俩参务西黄局也快的话 会不会也被公开 也被围攻 我们就算能解决 赞解先隐藏实力 不在荆柱中掩饰 过段时间 带着这里的强者数量更多 再掩饰不迟 到时候 我足强者在这也会更多的 嗯 他们虽然看到那罗锋被围攻 却没有丝毫怜悯 因为他们从心底 也是极为渴望得到传承 将这最有希望得到的罗锋 给解决掉 反而是好事 可恶的砸碎 独角蜥蜴的利爪和那巨大磨盘轰然撞击的同时 尾巴猛的一甩直接化为一道耀眼的弧线 犹如一柄战刀劈过的轨迹 切割向隶属守神眼族的一名独眼特殊生命 此刻围攻罗锋的虽然说是属于三方势力 可并非进阶是三方势力本族族人 像之前被断东河透过那些石柱蕴含的秘法 催动后所击杀的化物之主也是特殊生命 一些强大势力会有些附庸 如原始宇宙人类就形成鸿蒙 有一些附庸的宇宙之主 假设将来原始宇宙破灭 那么罗锋他们这一人类组顶 自然进入小型宇宙 到时候也会画出较小的空间 给一些附庸势力的 至少那些个宇宙之主都能继续生存 这些宇宙之主 地位自然比本族稍低 一般有些危险的大多他们上 像这次对付罗锋的 过半都是那些有分身之能的三大势力附庸 虽然是附庸 可实力却是实打实的 银河你还挺能挣扎 你这甲铠倒是不错 失去了那银色羽翼 竟然又得到这一件不错的铠甲 可你在挣扎又有什么用 和我们全力厮杀交战 就算不死 你又有多少心思在那西黄局上 放弃吧 早早退出吧 七大宇宙之主为公罗锋 完全是压倒性的优势 毕竟罗锋神力上较弱 即使密法等方面样样不差 可勉强和七大宇宙之主中 最弱者差不多而已 一旦遭围攻 只能是被揉蹦 完全是凭借 蜂魔灭神甲外阔形成兽神后 防御极强才能撑下来 不行 正在闪电般交战的 在独角蜥蜴体内的罗锋 心中焦急 这样下去不行 我需要时刻维持 受神的存在 消耗神力太大 时间长了 神体都要消耗极多 在宇宙海中 我神力补充又慢 更何况 即使神力不担心消耗 可一直这么逗下去 我研究西黄局效率 定是大大下降 顾不得了 罗锋一咬牙 因为在场 有大量宇宙之主 甚至还有两位宇宙最强者在其中 所以一直不太想将星辰塔拿出来 可是逼迪到现在这份上 也没其他办法了 自己参悟西黄局 乃是头等大事 遭到围攻的独角蜥蜴 狼狈逃窜 被欺到宇宙之主 肆意攻击 忽然轰 那独角蜥蜴体内忽然冒出了一血色塔楼 而独角蜥蜴则是迅速解体 进入血色塔楼中 只见这一尊血色塔楼坐落在廊道地面上 一动不动 宫殿至宝 竟躲在宫殿至宝中 还真以为我们没办法 愚蠢的家伙 躲在宫殿至宝中 这才是真正的找死 那七名宇宙之主站在血色塔楼的四周 看着他们中央的这一尊血色塔楼 一个个彼此相视都笑了起来 谁动手 谁愿动手 这个机会你来吧 还是封案之主你来 你的阵风至宝 乃是巅峰至宝中的极品 更有把握阵风了它 外面的谈话 此刻在星辰塔内的罗峰 当然听得清清楚楚 罗峰在星辰塔的控制厅内 也不敢丝毫放松 而是仔细观察着外界 聆听着外界的声音 见那些宇宙之主 彼此谈论 罗峰却是不由吃笑 开玩笑 阵风 想要阵风我 就算是巅峰宫殿至宝中的极品 也根本没有任何可能 镇刻一剑阵风类的至强至宝 外界 封案之主咧嘴大笑 好 交给我了 以我的宝物 除非他的宫殿也是巅峰极品 能够逃脱我的阵风 否则定是逃不掉 但被阵风 话说到这 封案之主没再继续说 因为他担心遭到断东河的攻击 一旦被阵风 罗峰连接触京柱的机会都没有 更没机会接受传承 之前因为波及害死了两名不朽神灵候选者 导致化物之主被杀 封案之主也担心因为阵风罗峰 罗峰没任何机会接受传承 也导致他被杀 若是阵风了罗峰后 被杀也就罢了 若是阵风前他说的过多 惹得断东河杀了他 那可就冤枉了 人类 封案之主手掌虚托 顿时一耀眼的三色塔柱悬浮 他吃笑看着那血色星尘塔 封 封案之主神力燃烧催发自己的质保 顿时三色塔柱飞了过去 直接飞到了血色星尘塔的上空 塔柱下方露出一空洞 古无形的强大 吞吸力量 直接作用在星尘塔上 疯狂开始吞吸 轰隆隆 强力作用在星尘塔上 令星尘塔隐隐震战起来 封案之主见星尘塔震战 却没脱离地面 顿时咬牙低吼 封 就差一点 封案之主 你这阵风至宝 吞吸力量不够啊 再加一把力 全力以赴 旁边的六名宇宙之主 都焦急催促 封案之主 恼怒转头吼道 我一来就施展权力了 就差点 我又能怎样 这人类的至宝 也是巅峰极品宝贝 竟能抵抗下 你们谁有更好的来试试看 我来 一名身后 有着独眼虚影的阴冷男子 开口道 罗锋悠 闲悠哉 看着外界 开玩笑 想要令星尘塔 都无法挣脱 被吞吸进去 除非对方 也是用之 强制宝才有可能 否则 同样是阵风类的 一件巅峰至宝 怎么可能阵风 自己的星尘塔 阵风失败 那些个宇宙之主 怕也只会认为 自己的血色塔楼 是巅峰极品 怕也没几个感想是 至强至宝 吧 看着那一个个宇宇宙之主 失败 罗锋却不敢大意 这些家伙怕事 除了政客 还有其他手段 神眼族 紫月圣地 东地圣地的数十名强者们 聚集在这都集了 刚才那七名 围攻罗锋的宇宙之主 没办法后 甚至都和其他强者 借用至宝 可硬是没一个能成 这人类身上 都是好宝贝 它的铠甲是宝贝 这塔楼至宝 怕也是难得的巅峰极品 要想将它吞吸进去 估计的至强至宝出手 嗯 对 看来要出手 只能靠宇宙最强者了 对 只有宇宙最强者 怕才有手段了 神眼族 我们三方中 只有你们神眼族 有宇宙最强者在这 就看你们神眼族的了 一个个家伙 都是眉头紧锁 连鹿虫之主 隐哀之主 无量之主 他们三位 都注意到这一切 两位真主 我们都没办法 恐怕只有真主出手 才能解决这罗锋了 隐哀之主传言道 在场的众多强者中 的确有最强者 神眼族的第二真主 和第七真主 此次神眼族 前来闯荡 除了宇宙之主 宇宙尊者 还包括来冒险的 第二真主 第七真主 不过他们俩到了后 却一直沉默 乖乖在那参悟 根本没插手这事 此刻三大势力 宇宙之主 都没办法 唯一有希望的 就是这两位真主了 隐哀 无量 我俩刚到这 那段东河 早有吩咐给我们俩 禁止我们 出手破坏 其他候选者 如果我俩谁出手 则必死 第二真主 传音解释 啊 隐污夫妇大惊 同时第二真主 也传音给 三大势力的 宇宙之主们 告知这情况 那现在怎么办 眼看着罗锋 得到传承 陆崇之主 传音道 东帝圣帝 紫月圣帝 都在旁给压力 催促 第二真主 第七真主相视 眼神交汇 很快做出抉择 我有宫殿至强 至宝兵 雅宝 且有阵风之能 第七真主 一咬牙 传音道 不过这件 至强至宝 任主 对意志要求 颇高 若是宇宙之主 那必须得是 宇宙最强者的意志 你们两大圣地 宇宙之主们 一个个活得 无比漫长 一直达到 宇宙最强者 行列的怕有些 你们随便 推举出一位 让他暂时 任着至强至宝 让他来阵风 罗锋 那谁出手 紫月圣帝 东帝圣帝 都略微迟疑 因为出手者 很大狂律士陨落 哼 我神眼族 都出至强至宝了 难不成 还要派遣强者上 第七真主 恼怒传音 他也是逼急了 否则怎么会 舍得出 至强至宝 而且他也准备好 一旦阵风了 罗锋 他就立即去夺回 至强至宝 防止背断东河 给夺去 好 我东帝圣帝出 很快 一名宇宙之主 站了出来 很好 第七真主传音道 有至强至宝出手 除非这人类 银河也有 至强至宝 否则定是逃不脱 对 我说 我说 你不许 你不许 他也有 你不许 他也有 不许 你不许 你不许